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朋友圈讽刺孙一鸣骗钱骗色骗感情 还暗示孙一鸣曾够引王思聪翘他墙脚 来回顾一下王思聪和孙一鸣的情感纠葛史 4月7日 王思聪给孙一鸣的直播刷了20万的礼物成为榜一 后来发现孙一鸣骗过钱就去宫廷发互联网没有记忆 日后又追到女方微博下评论互联网没有记忆 4月8日 王思聪主动要求和孙一鸣见面 4月16日 王思聪要求和孙一鸣在酒吧见面 对孙一鸣拒绝后 王思聪要求和孙一鸣互删 因大骂孙一鸣通有五关 毫无三关 因带有一丝丝威胁的语气 称会让大家见识到孙一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4月16日当晚点赞黑料 5月17日后 王思聪又主动示好 又取消点赞 说因为孙一鸣放他的鸽子 他才会去点赞的 并称俩人是孽缘 5月27日 孙一鸣恋爱 王思聪彻底被激怒 要去再报孙一鸣的黑料 二人互骂了起来 孙一鸣晒出和王思聪的聊天记录 让吃瓜网友看到了王思聪在求爱的过程中有多么卑微 原来国民老公也有得不到的人 王思聪连连发了多条朋友圈 S校长是真怒了 否认自己是舔狗 说了一百遍一千遍否认自己是舔狗 最后王思聪自己也累了吧 通过YXA是无奈的表达随意了 不想翻盘了 至此 王思聪和孙一鸣之间的混战 以王思聪认输收场 苦曹归苦曹王思聪 不过仍有不少网友支持王思聪 认为王思聪说什么都是对的 尽管王思聪不承认追求孙一鸣实施舔狗 可网上确实有不少王思聪的舔狗网友 不少网友都说 我相信思聪哥 我聪哥说啥 我都信 王思聪从未说过谎 王思聪爆料从不虚假 这里穿插一下王思聪的上一任女友 也就是网红甜仇 和甜仇在一起长达半年的时间 王思聪多次被拍到 亲手为甜仇吃饭 二人甜蜜自拍 王思聪还被拍到在豪车前 有着甜仇不松手 去年520情人节那天 王思聪还带着甜仇去酒吧玩 很多人认为甜仇会成为 王思聪在线时间最长的女友 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2020年8月31日 甜仇官宣和王思聪分手 很多人以为甜仇和王思聪在一起 会获得多少钱 甜仇第一时间澄清 称自己恢复单身 但个人感情不掺杂其他任何 就在王思聪和孙一鸣之间 混战政绩烈时 我网友曝光疑似甜仇的朋友圈 称 网友还是蠢得多 骗钱骗色骗感情 反过头来大家还夸赞 有什么可夸赞 解吐了 两分钟后 甜仇又在朋友圈补充说 口吐芬芳就是可爱 我丢 神奇 对大家竟然夸可爱 太神奇 吐了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